10月7號一場阿克薩洪水從天而降 行動由巴斯坦武裝組織哈瑪茲發行 至少3000枚火箭彈分析以色列 让铁琼系统面临服役以来最严厉的防御筹策 它的拦截力大概就到90%以上 但是问题在于说哈瑪茲在短短时间之内 集中大量的火箭弹 所以还是有一些穿透的铁琼的保护系统 怒气和死伤成正比 时隔近半个世纪 以色列正式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 举世闻名的全民皆兵 再度向这个时代展现动员能量 以色列从他建国开始的第一天 就已经面对战争了 他一共分别有14个动员的区域 然后可以按照他的威胁的大小 然后做局部或者是全面的动员 例如说是接到简讯或者是电话 立刻的话他们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立刻要报到 30万预备一大军 三天之内集结完毕 随即发起反击 10月12号 总理纳坦雅胡一声令下 誓言从地表上破除哈马斯 延绵的烽火宣告加萨走廊 又一次被硝烟笼罩 不过并非偶尔 情报单位都是一些 世俗化的一些经优分子 那他们对这当前这个 以宗教为主的右翼政府 他们也不是很满意 他们对哈马斯他认为 成不了什么气候 这些都是造成他们 重大疏失的一个结果 冲突像是另类狼烟 给了阿博世界介入的理由 事件爆发一周 各国旅居民众慌忙撤离之际 美军航舰和美国总统拜登的窜访 仍然不免联想 局面已经成了另类代表的战争 特别是美国一票否决 也和安理会的停火要求 哈马斯他背后呢 是得到了什叶派 那这里面包括黎巴嫩真主党 包括伊朗在内这些国家 会在这个暗中资助 这个哈马斯之后 使得战争很难以平息 那再加上美国跟伊朗的关系 其实都非常的紧张 所以也让大家不禁地担心起来 有没有可能美国站在以色列后面 伊朗站在哈马斯后面 伤亡程度早已超过2014年 还没停歇的战况 使得居民流离失所 就算是医院或学校 也无法倾面 让加萨满目疮痍的起爆点 是宗教和政治的常年纠葛 到所谓的圣殿山上面的 那个阿克萨 这个莫斯科 这个清真寺 去这个所谓的视察 造成了巴勒斯坦的一个反击 不满 纳坦亚弗的这个政权 它极力地扩张 这个西岸的囤肯 囤肯政策 还加上这个2007年以后 这个以色列全面的封锁 加萨的物资非常地溃滑 即便11月16号 人道关怀在国际上 稍微战胜了一人仇恨 以哈也禁止为了人质交换 休兵七天 我们是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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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所有的图人 准备这些 特别的图人 在这些图人之下 在这些图人之下 阿坦亚不是 Mr.Security 他这个安全内阁 他所展示的 就是一个很强硬的态度 他对所有阿拉伯国家 都不假言辞 交战两个多月 如今连美业之间 也出现分歧 毕竟左右派对立扩大 同时牵动着美国政局 如果不见缓解 拜登政府对于外务 像是对印太情势的关注 也将力有为代 包括这个以哈冲突的发生之后 我们会发现 其实美国内部 尤其是在内政上面 他有自己的优先顺序 我们也不能够把美国 或是其他的盟友 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 这恐怕是假洒战火 同一次让人觉得 离台海情势 没这么遥远 你如果是检验过去五次的话 你会发现历史一直在冲演 是否能定义为第六次 尾巴战争 还有待各界攻断 唯一能确定的是 夙愿的交战 没有任何一方 是赢家 TVBS新闻 朱光宏一日辅 陪伙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